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股价比较温吞 股本大嘛 你要涨好像也不太容易 没有那么样的激情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台积电向下 我们可以去找谁 好 首先呢 这个挥达 当然今年无庸置就是暴赚 今年至少要卖掉50万个H100的晶片 好 那谁是这H100晶片最大受惠者呢 当然还是台积电 因为呢 法人有说过 NVIDIA每卖一颗H100晶片 台积电就可以赚900块的美元 非常可观的数字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今年呢 大概是约末是50万颗 到明年不得了 这个是三倍到四倍的成长 所以光是台积电的营收 也许今年144亿的台币 对它来讲还好 可是到明年这不得了了 如果是四五百亿的台币营收 贡献在台积电的身上 那可能就会对股价有个带动的效果 所以如果对台积电持股的投资人来讲 要做真的还是要报长线 是的 没有错 我认为说台积电股价 来到这个位置你说跌也不太有太大的空间 就是说长线投资人慢慢可以开始留意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激情一点的股价的话 那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些介绍 先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做COAX 因为其实在AI时代它是少不了它的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AI 它必须要有更高速的效能来做一些计算 所以说没有办法 它必须要把这个晶片来做一些堆叠 堆叠的呈现 才能让它效能去做一个充分的发挥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先进的封装 是延续某种料的一个手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把这个单晶片 单晶片以及这个频宽的这个记忆体 全部都并拢 然后叠起来放 那中间会有一个这个系中介质 目前据悉 这个部分可能是由联电来支援 所以最近联电的这个股价 也有底部翻扬的一个味道 所以这部分也是很关键的 那当然涉及到其中 这个相关的厂商太多了 包含像是中砂 中砂是做这个钻石切割的 我们知道晶圆堆厚之后 需不需要再磨薄一些 其实也是需要 所以钻石刀也是用得到的 好 那我们把这些晶片 系中介绳全部都叠起来 放在这PCB基板上之后呢 就是一种COAS的技术了 COAS技术就必须用 用到所谓的这个先进封装 好 那先进封装 我们可以来看到哪些 这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呢 好 那因为第一个 在这个COAS的这个月产能 我们是一样的 跟这个辉达的财报一样 不断往上的做一个 急速的攀升 那光是台积电在今年年底 就可以南瓜1.2万片 明年底呢 是double 那其他供应商 虽然说台积电吃肉 他们也能够喝到一点汤 3000片 5000片这样的成长 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好 那重点我们来看到 这个来这个三星的部分 其实这个COAS的月产能呢 因为三星为了这个超微供应 HBM以及先进封装 所以其实也都不断的去加大它的产能 包含现在已经是满到台积电无法应付 所以才会找这个联电 还有其他很多相关的供应厂商 日月光来做一些奥元 表示说市场的需求量已经太大了 因为其实这个AI 我们上半段有讲 已经未为一个风潮 其实现在不止很多这种国家战略 或者说是那种世界级的这些企业 都纷纷要抢进这块大饼之外 连现在中东都在发展AI 中东的一个大学名称我忘了 我花了好几十亿在发展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了 那Intel也是一样 在槟城新建最新的这个封装厂 要强化在这个封装的一个布局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股票 其实刚刚有讲过 关于这个AI的这个领域 毕竟太宽太广 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些电子股 都有涉及到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Google 比如AI打出来 其实每档股票都是AI相关 大家都说自己是AI概念 对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航运股那个概念 当时就是只要讲到2.6 好像你通通都是航运股 东森现在也不做航运的 大家也说他是航运股 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直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是COAS COAS相关的概念股有哪些呢 来 其实在晶元电的部分呢 今年上半年的EPS表现还算不错 有2.24元 那晶元电就是做所谓的封装的部分 那为什么讲晶元电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日月光 当然它是目前的龙头 也是最领先的部分 可是日月光跟台积电一样 给不了大家太多的激情 对 毕竟股价比较牛一点点 包含像是鸿海 虽然说大家也觉得说 鸿海现在在AI的这个市战 伺服器的这个市战还是最高的 可是股价因为股本太大 动不了就是动不了 所以选股的一个条件 您认为在现阶段资金 如果要做有效利用的话 选大不如选小 不如选小 对 比较会有这种 让大家惊艳的表现 那当然相关的这个 太小型的股票 我们还是会帮大家淘汰掉 还是以安全为主 那下一档 我们来看到这个新兴的部分 新兴其实呢 我认为它比较可惜 你可以看到它今年的走势 大概就是缓步的 有点类似像新电图 嗶嗶嗶嗶 这样子在那边要死不活的 可是其实新兴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在去年的年底 因为他们的法说会 董事长就出来讲说 我明年 明年就是今年 他说我要降低我的资本支出 其实这个对企业 对于市场的反应来说 这个是一个硬伤 也就是说你公司自己都 不认为你未来展望会好 所以你才会调降资本支出 那当然股价 我就不需要给你 太好看的一种脸色 对 那我觉得 这是它比较可惜的地方 可是我确实必须讲到说 以新兴的基本面来说 第一个它是全球最大的 ABF供应商 那再来就是说 你不论说要发展AI 甚至发展各种的 这个电器商品 你都会必须会用到PCB 会用到这所谓的ABF 所以新兴在这一块 是不可或缺的一份 它如果就是市占最大的 那没有道理说 在AI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会寂寞 所以你觉得它 类似新电图的这个股价走势 有机会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 既然说它是新电图 那我们就要把握 它在新电图的下缘的时候 就创高拉回创高拉回 那我们就把握 它拉回的这个阶段 去做买进 我觉得这是OK的 好 那星云万润 以及红硕的部分 它比较偏向这个设备商 好 那其实 以星云来讲 它其实跟台积电的合作 也算是蛮密切 那当然上半年的这个EPS 表现也相当不错 3.73元 那星云股价 如果说大家有空 可以看一下的话 其实它也是相对强势的 一个表现 其实基本上 我们在上半段讲过吧 如果说我们 以相对强弱来看的话 如果有一些股票的股价 它仍然能够沿着月线附近 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有时候跌破月线 有时候又站回月线的话 其实这些相对 台股的加权指数来讲 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认为说 星云在这一波表现还算不错 那相对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万润 万润如果说 在股价表现上的话 明显就会比星云来的弱一些些 因为毕竟在EPS的部分 它开出来的成绩单 并没有这么样的漂亮 仍然是有大概 7倍左右的一个差距 所以万润走势相对来讲 就会弱一点 但是虽然弱一样 我们沿用上个半段 所教导大家的原则 你可以用黄金切割率来做判断 或者说用相对强弱 落底的这个角度来做判断 万润其实毕竟还是一个 要基本面还不错的公司 慢慢大家如果说 看到股价转强的话 仍然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那红硕不用讲了 因为其实在三家公司当中 这个9.4亿元 它是第一名 但其实红硕股价这一波 我认为它有点过度修正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超跌 因为其实以它的EPS表现 以它的基本面 以它的接单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它有理由 应该在股价的走势上会是最强的 所以红硕的部分 我觉得在这一波的超跌 大概在550元上下 也是大家可以慢慢开始留意的 因为目前底部来说的话 已经有一个低档 逐渐逐一个W底的味道 缓步往上再做攻击 那前波越过之后 很有可能万里五云 就一路往上冲了 那旺系的部分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 就是算是基优股 其实很多长线投资人 都很喜欢买旺系 今年上半年EPS6.62元 我认为也还算是及格 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还算是及格 旺系的优点就是说 它的股价走势非常的稳健 有点类似于这种大型股 但是比大型股再活泼一些些 仍然维持一个多头稳健的格局 那多头稳健的格局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找一条短期均线 每比是时日线 甚至是月线 大概拉回到均线附近 如果说手稳的话 就可以来做一些留意 所以既然黄仁勋 已经用实际的数字 告诉大家AI 真的不是只是短线上的泡沫 郁凯用均线的方式 用黄金切割率的方式 告诉你 要选相对强势股来进行留意 那当然从台积电 这个风 这个供不应求的状况 我们现阶段选大不选小 往这些COAS的概念股 来进行选择 今天郁凯的解读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 在这波AI的题材当中 能够顺利的搭上获利列车